穿拖鞋上班 罚款200 今天上班吃到的 偷弄罚款500 看什么看 交罚款的 不是8点半上班吗 现在才8点25啊 我也没迟到啊 你是新来的吧 懂不懂回去啊 是8点半上班 但是8点之前 必须给我站着 经理 他确实是今天新来的 你就饶了他吧 你停 你酸菜钢子 别说话 你 新来的 把钱交一下 我如果不交呢 不交 行 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等着 你是新来的吧 你招惹他干嘛呀 咱们整个公司啊 都是他说了算 咱可招惹不起 就是啊 你说你招惹他干嘛 你这日子啊 以后可不好过了 那刚才 你们还帮我说话 这不看你是新来的嘛 以后你有什么事 定管来找我们 没什么事 我就跟去忙的 新来的 去把马桶摔一下 公司不是有保洁吗 为什么让我去啊 我是经理 我说了算 你要是不去 赶紧给我滚蛋 经理 还是我去吧 你给我站住 谁让你去的 你 赶紧去 行 我去 哎 把这三年的财货报表都给我做出来 今天新来的董事长过来检查 记得 数据给我做清楚一点 听见了没有 不是 这天下班还不到一个小时了 这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啊 我不管 做不出来 你就给我走人 还是我跟你一起做吧 怎么 你还想当出头鸟啊 行 这个 这个 这些 做不完 你俩一起给我滚蛋 他呀 是故意刁难你的 咱们赶紧做吧 终于做完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们赶紧走吧 把这些报表给经理送过去 行 拜拜 亲爱的 拜拜 赵经理 报表做完了 看一下 你们两个 被开除了 不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是经理 我说了算 要想不被开除也行 你们一个人给我转一万块钱就可以了 我就饶了你们 我告诉你 你不要太过分了 怎么 不要转啊 也可以呀 主任 行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我走 董事长 这财务报表已经做出来了 虽然吧 有点亏损 但是这整个行业都有点不景气 董事长 这报表不是他做的 你闭嘴 不是我做的还是你做的呀 你确定 是你做的吗 怎么是你呀 怎么 让你失望了吧 原来你就是董事长啊 轩轩 以后赵经理这个位置 就由你来做了 凭什么呀 我为公司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年 你说给他就给他呀 你的确为公司付出了很多 这样吧 我给你放一个小长假 从明天开始啊 你就不用来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 我说了算 出去 去吧 去吧